在刚结束的WTT福岡总决赛里 国拼的王楚清和王曼玉分别拿下男单女单冠军 这冠军对王楚清意义重大 他不仅达成总决赛三连冠 还找回了自己巅峰时的状态 巴黎奥运会后 王楚清的比赛之路走得不顺 不知道是奥运会被淘汰后心态没调整好 还是碰上了其他麻烦事 不过这次他4-0淘汰张本志和 可把球迷们乐坏了 大家又看到了那个自信满满的世界第一 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次在WTT总决赛战胜这个强劲对手 这就是实力 赛后采访 王楚清激动地对球迷说 今天这场比赛不是谁的主场 而是我的主场 能看出王楚清的自信回来了 张本志和近期比赛状态火热 赛前好多球迷为王楚清担心 好在他顺利赢了比赛 领完奖杯 王楚清在社交媒体跟粉丝分享喜悦 还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 他说 只要努力奔跑 永远是追光少年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王楚清 遇到困难也能积极乐观 王楚清作品的评论区很热闹 全红禅也来留言了 他发了张打乒乓球的表情包 写着 又帅了头哥 王楚清回他 又胖了吧小九 全红禅这段时间一直在减肥 奥运会后他休息了很久 在家吃了不少 体重变化挺大 参加体育代表团活动时 也能看到他一直在吃 所以王楚清这回复很直接 他这嘴有点毒 全红禅在跳水界很有名 很多人觉得他会是下一代 跳水女王 十七 岁的他走到哪都受欢迎 在跳水队是团宠 和国平队关系也很好 像马龙 樊振东 王楚清 全红禅在他们身边就像个调皮小妹 他们也很宠他 之前全红禅还让樊振东请吃叉烧肉 可因为双方都忙 这事儿没成 全红禅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是东京奥运会 当时十四岁的他头发有点黄 面对采访很害羞 说话声小 现在他变了很多 从射恐变成射牛 和很多体育队队员关系好 还能和娱乐圈明星玩到一起 之前有他和王俊凯去鬼屋的视频 他在后面抓着王俊凯衣服 王俊凯也很宠他 这样的全红禅 谁能不喜欢呢 现在的王楚清刚走出低谷 之前作为世界第一 他受到不少质疑 所以这场比赛很重要 赢了张本质和后 王楚清又有了笑容 全红禅肯定也为他高兴 他们的互动很有趣 两人在港澳型认识后 成了好朋友 经常在评论区调侃 全红禅和乒乓球员挺有缘 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比如全红禅跟着马龙 马龙像宠女儿一样给他买东西 全红禅和樊振东也有很多互动 樊振东唱歌时 他在台下喊 东哥好帅 他还跟陈梦学过打乒乓球 他们在一起能互相学习 关系很好 他们都是体育界的榜样 是功勋人物 但因为是顶流运动员 总会有各种猜测 比如王楚清赢比赛后 比了个三的手势 代表三连胜 却被一些人过度解读 还说有不好的意思 王楚清在采访时提醒粉丝 别乱猜 他说自己没那么多想法 只想好好打球 开心过日子 这也告诉我们 要理智对待运动员 他们为国争光 我们该为他们骄傲自豪 多鼓励他们 但别影响他们的私人生活 他们也是普通人 需要自己的空间 王楚清的经历是个胜利的故事 也是坚持和勇气的体现 在被人怀疑时 他没动摇 心里只想着冠军 这场胜利是他个人的荣耀 也是国拼和球迷的骄傲 体现了中国体育精神 让我们为王楚清祝贺 也为其他运动员加油 相信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更好成绩 周继红为何屡次嘲讽全红禅 根源在哪里 如今真相大白了 周继红为什么一直好像跟全红禅过不去 近来网上不断传言 许多禅宝的粉丝都不满意周继红的所作所为 因为在公开场合 周继红经常对全红禅说出让人无法接受的话 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他说出这些话之后 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周继红对于全红禅的态度 大家听听这句话 他也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 应该是奥运会的延期吧 所以他是冒出来的一个新队友 可能他今天是奥运会冠军 没准再有一个月 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听完这话 你是否觉得周继红已经严格控制全红禅的发展 甚至压制了他的发展 这句话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 未来全红禅可能不再具备任何竞争力 但是注意到这话的言外之意 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的 也就是说 全红禅如果你不听话 那么结果就是啥也不是了 大家觉得这隐含意图是这样吗 毕竟在此之前 据说田亮也曾经不听周继红的话 私自接了外面的广告吧 就被踢出去了国家队 要知道当年的田亮可是要演明星了 获得了70多枚金牌 正是跳水成就辉煌时期 然而却被跳水领导之事裁判压分 网传中是这样的 不论田亮跳得多好 最高只给8.5分 这样田亮不得不离开中国跳水队 另谋出路 由此可见 周继红能说出这么霸气的话 可不是空穴来风的 全红禅实际上水平也非常高 我也不认为说 因为他这一场是第二名次好像 就觉得他的水平是好像有高有低 我认为也很完美 那么因为每一场比赛 要做到场场都那么完美的话 每一个都是好像 9.50也确实是有难度 能跳成这样 我的认为也很完美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是什么原因 让堂堂的大主任 对手下的小运动员全红禅 进行如此暗讽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中国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周继红 一直是跳水系的佼佼者 他曾带领中国跳水队赢得了数不胜数的荣誉 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出现了一位年轻选手全红禅 他的表现迅速超越了其他队员 成为了周继红的重点保护对象 陈玉希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周继红不甘心将冠军从陈玉希手中被全红禅夺走 于是开始对全红禅进行针对性打压行为 包括语言上的训斥 以及加大他的训练难度 让他经常受伤 甚至还指挥裁判 在比赛中故意压低全红禅的分数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一系列的行为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作为体育界代表人物 周继红应该保持公平公正的态度 不能让个人利益左右自己的行为 运动竞赛就是为了健康和追求卓越 不应该为了赢得私人利益 而抛弃运动精神 然而这些掌握实权的人 却把它作为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并且把运动员作为棋子乱摆布 不听你的话就把人家弄得一无是处 这还有公平公正公开可言吗 当裁判给全红禅打八分事件之后 连台下的现场观众都愤恨不满 甚至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 大声对不公平的裁判喊话 全红禅肯定遭受了身心上的重创 这样的打压手段明显有相当的成效 可以说一系列的打压目的 已经让周继红看到了结果 很明显全红禅和之前不同了 他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 虽然还是很有礼貌 但是他的行为现在变得非常谨慎 不再有以前的卖萌够了风格了 他的自由奔放的形象也不见了 看起来周继红的策略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限制了全红禅在国家队中的训练和比赛机会 使他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空间急剧下降 与此相比 陈玉希却在这接下来的时间段快速崛起 连续赢得国内赛事冠军 而全红禅只能成为国内第二 设想一下如果两个强者相遇 故意让其中一个连续失败 你说他会不会在心理上感到缺乏信心 甚至最终导致精神崩溃的 周继红采用了心理战术来打压全红禅 他在管理层工作了很多年 了解如何通过心理战战胜对手 不得不说他的老谋深算果然厉害 这一遭直接命中了全红禅的要害 虽然全红禅年轻有为 但他缺乏背景和支持 不能与那些拥有强大人脉关系的人竞争 其实这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一样的 因此周继红可以利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和社会关系 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总之周继红对全红禅的打压 是利益集团的一系列行动 旨在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 如果你也在这个圈子里 看到全红禅的崛起 已经严重损害了你的利益和权益 也可能会像周继红一样 调动手上的人脉和资源 采取一系列打压行动 尽管这种做法在外人看来可能不太公平 但在你看来 这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这些龌龊卑劣的手段是不道德的 令人不耻 你们觉得我这样分析周继红是否正确 体育竞技不是应该代表公平和公正的吗 为何就有人会为了个人利益 不择手段 我们喜欢全红禅 因为他在竞技体育中展示了出色的实力 和追求卓越的精神 这正是我们所喜欢的体育精神 因此 我们要呼吁公平对待全红禅 让竞技体育回归到透明 公正的本来状态 此外 我们要提醒某些人 善恶早晚都会报应 但没有一个能逃掉的 终有一天 周某利益集团会受到相应报应的 全红禅与陈若林 跳水传奇的师徒传承 在巴黎奥运会的跳水赛场上 中国跳水队如往昔般彰显出无可匹敌的强大统治力 而年仅17岁的全红禅 无疑是这场盛会上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 他在女子时米跳台单人项目中成功未免冠军 瞬间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全红禅的名字 在跳水领域早已是如雷贯耳 自东京奥运会上横空出世 一举成名之后 他凭借着令人惊叹的天赋 以及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 持续不断地重塑着大众对于跳水运动的认知与理解 当巴黎奥运会的大幕拉开 全红禅再次登上那十米跳台 他以近乎极致完美的跳水技艺 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 每一次从跳台上的轻盈起跳 在空中如灵动精灵般的翻转 直至最后那如鱼得水般的入水瞬间 都宛如经过能功巧匠精心雕琢的爵士艺术品 无论是现场观众 还是电视机前数以亿计的观众 无不畏之深深陶醉 心醉神迷 在决赛的激烈角逐中 全红禅凭借着总分425.60分的卓越成绩 毫无悬念地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功未免女子十米跳台单人项目的冠军宝座 这一辉煌成绩 不单单是他个人超凡能力的有力见证 更是对中国跳水队长久以来雄厚实力的 又一次强有力的肯定与彰显 更让人折舌不已的是 全红禅在比赛进程中 多次收获满分的绝佳表现 七位裁判不约而同的同时打出十分 这般场景在跳水界堪称凤毛麟角 极为罕见 足以确凿无疑地证实 他在世界跳水领域中 处于绝对领先的王者地位 此外 全红禅以17岁131天的稚嫩年纪 成功超越前辈福明侠 荣英中国奥运历史上最为年轻的三金王 这无疑是他在奥运赛场上 镌刻下的又以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然而 在全红禅那一生辉的辉煌成就背后 有一位同样值得我们置以崇高敬意的关键人物 他的教练陈若林 作为一位拥有五届奥运会金牌荣耀加深的传奇人物 陈若林在其运动员生涯时期 便已创造出了数不清的璀璨辉煌 其成就之卓越同样令人赞叹不已 钦佩有加 陈若林 这位出生于1992年的年轻教练 其整个职业生涯恰似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史诗 自2000年踏入江苏省跳水队的那一刻起 他便开始展露非凡卓越的天赋 以及巨大无限的潜力 仅仅在2005年 当时年仅13岁的陈若林便凭借着自身出众的实力成功入选国家跳水队 自此正式开启了他那充满荣耀与辉煌的奥运征程 在随后的几届奥运会舞台上 陈若林屡创佳绩 一路过关斩将 逐步成长为中国跳水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遥想2008年北京奥运会 陈若林初次在奥运赛场上惊艳亮相 便以其精湛绝伦的技艺和沉稳大气的风范震撼全场 在那届奥运会上 他不仅成功将女子单人 十米跳台的金牌收入囊中 还携手队友默契配合 一举摘得双人项目的桂冠 实现了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首次辉煌绽放 时光流转 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 陈若林再度归来 他再次以无可阻挡的强大统治力 成功未免女子单人 十米跳台以及双人项目的冠军头衔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跳水界的王者地位 而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 尽管他在单人项目中遗憾错失金牌 但依然凭借着与队友的紧密协作 成功夺得双人项目的冠军 为自己的奥运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又辉煌的句号 至此 陈若林凭借着手中的五枚奥运金牌 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跳水队历史长河中 最为成功的运动员之一 他的名字也永远铭刻在了中国跳水的光辉史册之上 当陈若林告别运动员生涯后 他并未选择远离自己挚爱一生的跳水运动 而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条全新的征程 成为一名跳水教练 他怀着对跳水运动的满腔热忱与深深眷恋 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南京体育学院游泳学院 肩负起教练员的神圣职责 也正是在这里 命运的红线悄然将他与同样拥有着跳水天赋的全红禅 紧紧相连 全红禅 这位来自广东湛江的纯真少女 自幼便对跳水运动展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以及令人咋舌的惊人天赋 在陈若林的悉心指导与精心培育下 全红禅的跳水技艺犹如雨后春笋般日益精进 逐渐在国内乃至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回首2020年东京奥运会 当时年仅14岁的全红禅 以其惊世骇俗的卓越表现 成功夺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这一壮举瞬间震惊了整个世界 而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 他更是成功续写传奇 成功未免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冠军 并携手陈玉希一举夺得双人项目的金牌 从而一举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为年轻的三金王 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不朽传奇 全红禅在跳水之路上的每一次辉煌成就 都与陈若林的悉心教导和无私奉献紧密相连 息息相关 在训练场上 陈若林对全红禅的要求可谓是严苛至极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每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他都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毫无瑕疵 而在日常生活中 陈若林又宛如一位温柔慈祥的母亲 时刻关心着全红禅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喜怒哀乐 正是这种一师一友 亲如家人的特殊关系 使得全红禅在成长的漫长道路上 始终能够坚定不移地秉持着坚定的信念 持之以恒地付出不懈的努力 一不一个脚印地向着跳水运动的巅峰 奋勇攀登 除了在跳水技术层面 给予全红禅全方位 精细化的专业指导之外 陈若林还格外注重对全红禅心理素质 以及职业素养的精心培育与雕琢 他常常与众心肠地告诫全红禅 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之上 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与专注度 坚决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正是得益于陈若林这种严格要求 与深切关怀相结合的独特教育方式 全红禅在比赛中才能够始终保持从容不迫 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 从而以自信满满的姿态去迎接每一次挑战 去创造每一个辉煌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在巴黎奥运会举办期间 还发生了一段引人深思的小插曲 这一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陈若林 作为一名优秀教练所具备的果断决策能力 与非凡智慧 在一次训练间隙 英国跳水队的一名选手 面带微笑的递向全红禅一包零食 这看似平常无奇 微不足道的一幕 却被陈若林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潜藏的风险与危机 他毫不犹豫地迅速上前制止了全红禅接受零食的行为 并神情严肃地告诫他 赛场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接受除了教练赠送的任何东西 陈若林的这一果断举动 不仅成功地保护了全红禅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 与潜在风险的威胁 同时也向所有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 以及教练们 传递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在当今这个体育与政治相互交织 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 竞技赛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隐藏着不怀好意之人的暗中算计与恶意攻击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坚守原则 方能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赛场上稳步前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全红禅与陈若林之间的师徒故事 不仅仅是中国跳水对辉煌灿烂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更是中国体育事业辛火相传 不断砥砺奋进 追求卓越与超越的真实写照 它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着中国体育事业未来前行的道路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体育健儿们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奋勇拼搏 永不延弃